有三个问题 都不离佛法的问题 不离说辞的问题 所以需要解释一下 他说菩萨的游戏三昧 它的内涵 还有它的体现 我们最直接具体的 当然就是佛陀 我们去看佛的传记 他就在实现菩萨的游戏三昧 我们中文的文化里面 三昧常常就是各宗的 深密的内涵叫三昧 那一般佛法里面的三昧 其实讲的是定 那定的话一定是心很稳定的 然后停在某一个对象或者境界里面 就称为定 三昧底就是心一静性 心一个静 心守一个静 圆一个静 安住在一个静 那这个静无穷 你拿什么都可以作为 心所取的静 所缘的静 所以一样的 看你取什么静 那这个定呢 就相对的 就跟那个静相关 这不是说很专心就是好事 重点是你专心在干什么 专心是一个功夫 干什么是造业 所以当然我们要练出功夫 然后练出功夫以后 把这个功夫用在对的对象上 那返回来讲 你说用在对的对象上 比较容易成就功夫 所以所缘境很重要 那一般佛法的所缘境 当然 我们最有代表性就是 嫩缘境 嫩缘境我们说是 就是 开悟的经典 修持的经典 它里面就有25个法门 25种 远通法门 就是这25大成就者 说他的修行经验 每一个人说一种 所以我们看佛经 也可以把它当客观说 也就是把它当事实 就有这么一个人 修这个法门 成就这个法门 那我们晓得 佛经里面还有一个秘密 就每一个不管声问 这些1250个大地址 或者是这些菩萨 都是因为佛陀的加持 而说法 那佛陀是什么 佛陀是无上正能正觉 在无上正能正觉的加持下 怎么被加持 就是直接把无上正能正觉 传达在这个被加持的身上 那有这一回事吗 不是 不是这个样子 是这个本来就 依着这个无上正能正觉 它已经正到某一个程度 那当然就能够说了 那由佛来印证 所以这个就跟我们讲那个鸡蛋 要孵出来的时候 当然一段时间的热孵 它在里面已经成型准备出来 母鸡还是要轻轻去把它敲破 靠它自己的膨胀力把它挤破 有点困难 可能就胎死卵中 还是要妈妈去帮忙一下 那一样 我们修行 即使修得再好 都得佛陀 跟我们点一下 跟我们印证一下 禅宗 就是都是这个故事 一般就清静 然后学个法门 学到成熟的程度 然后把你的体验 然后去找师父 印证一下 这样才有把握 不要自以为是 我们现在用我们的意识 在干什么 在想什么 莫非都是自我意识 靠不得 信不得 你都觉得这个很有道理 那你去找一个真正懂这个道理的人 讨论一下 你这样想 对不对 比如你研究物理 那当然就要去找这些物理的专家去问 要指导博士生 他本身一定要是博士 不然也就要量通博士 就他的内涵 虽然没有那个博士学位 但是有那个博士学位的内涵 这样才能指导博士生 所以什么都一样 那佛教里面的修行 当然就更超越这些世间法 所以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随随便便 绝对不是那个样子 所以 其实要印证 也不是随便就印证 就好像我们现在充满着这样子的 师父比佛陀还伟大 所以他的所有的地址 都是大菩萨 不然的话就死方佛 哇 这个一塌糊涂 那我们为了要去找一个人 能帮我们印证 我们其实是十足的凡夫 随便回来返照一下 都知道十足的凡夫 但是我们很喜欢说 有个人能够跟我说 你是什么菩萨 或者你是什么佛 根本就颠倒得不得了 那这种状况呢 那个灵界里面特别多吧 我们说 跑灵山啊 求感应啊 这个特别多嘛 进入恍惚的状况 就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 然后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 都是那个样子 那互相讲着 互相听不懂的话 说在讲范语 讲神话 讲那个秘密 有内涵的话 这个我都完全不懂 也完全不可能相应 那个相应也没有用 相应就把我清清楚楚的 头脑变成糊里糊涂了 绝对不能走那条路吧 我们修行事实上 你的身心越来越自在意清楚 怎么可以催眠呢 怎么可以透过催眠 然后进去一种催眠的境界 以为它是真的 醒得正常都不正经了 那催眠进入一种 糊糊涂涂 好像喝酒 吃麻药 吃那个麻啡 进入那种境界 那种境界是真的吗 对 有境界没错 但是那种境界不是真的 那种境界也是缘起 什么缘起 这些药效 在你的身心激化 所产生的一种现象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懂缘起 那就不会做那种事吧 那从西英老师上的传记里面 其实也有提到 那时候在极竹山那边 在云南那边 大部分都在 吃麻啡吧 种婴树 吃麻啡吧 然后拿这个来聚奏 来传法 来做法会吧 你可以想那个法会 是什么法会 对 都是在那边装神弄鬼的法会 进入飘飘然 我是什么菩萨 我跟你开示 你是什么菩萨 你对我怎么样 我就这个样子 那个当然不行 所以游戏三昧 一定是真正的有定 而这个定 不住相不着想 神通广大 神通变化 神通游戏吧 他要怎么样 就能怎么样 很自在 这个就要游 戏就不真 不以为真 我怎么做 我都晓得 我是在演戏而已 是一种全巧方便 不得不然 就好像说 我们要视线 就视线一些 神通超乎想象的 你必须对所见的人 有提升的功德力 否则的话你就不应该视线 你视线就是很大的果实 那你如果说为了慈悲 为了要 要教化对方 让他产生信心 偶尔漏一漏 那是OK的 那也是菩萨的作为 反而有时候 不限神通 是过失 所以 这个道理是功德 或是有时候很难说 看你 看你自己的心的境界到哪边 你是在卖弄的 还是真的是基于慈悲跟智慧的 当然 基本上你必须先真有那种功德 你在表演的时候才不会漏气 所以 这个就是 游戏三昧 内涵 经典里面 都在讲这个 那我们如果说有在 看禅宗的公案 或者在密教里面 当然我们 账文看不懂 但是你可以看很多这些 传记 翻成中文的 像米勒斯巴拉 马尔巴拉 中克巴拉 连诗 这些都有传记 你去看他们的传记 就充满着游戏三昧 真的有修就有正 有正就有功德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用我们的程度 要去揣斗他们 我们有时候也完全看不懂 所以觉得他们是在游戏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戏论 可以确定 当成不是真的 即使演过 他只是演一出戏 不是真的什么 不要着想 不能着邪 但是也不能着正 不能着魔 也不能着佛 同时都要离 但是佛 是我们可以静养 可以学习 可以信赖 可以向往的 朝这个方向 一直前进 但是进到哪边 是你的事 不是佛的事 你走到哪边 是你的事 所以 这个 就先回答这个问题 接着这个问题 有一点点挑战性的意味 他说 我说天堂第一都在自己的心里 那么华严经里面提到须弥山 当作和解 那我就赶快去把 华严经找出来 然后我念一段给你听 当作和解 你一定是解释错 一定解释 我们现在对须弥山的解释 都是错的 没有真正的须弥山 如果真正的须弥山 不是在这个世界 如果真在这个世界 不是具体物理性的存在 所以我们听听就好 那密教就很好玩 密教就把 我的身体 就当作须弥山 心以下是凡夫的境界 那是山的中央 四大天王 然后上面的33天 什么33天 我那天讲过 顶轮32条末 就是32天 然后这个32天的中央 就33天 是用这样子的修行 来落实到自己的身心 那我为什么要说 我来解释一下 是有须弥山 这个名词 但是这个名词 是你理解的 以为真正存在吗 我念一段你就知道 而实如来 为神力固 释放一切世界 一一视天下 言福提宗 兮见如来 坐于树下 就坐在菩利树下 各有菩萨 成佛神力 而言说法 佛的周遭 为着菩萨 都在各说各话 都在讲他心里的话 都在讲他心里的话 有没有讲出来 他不敢讲 佛在那边入定 怎么会在那边 跌跌不休 当然不可能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一种 心灵境界的一种成显 弥补自卫 恒对于佛 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菩萨 都是对佛 恭敬 对佛谈他的心得 请佛 给他印证 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尔时呢 世尊不离一切 菩提树下 我们说同时 有很多佛 都坐在菩提树下 这一尊释迦牟尼佛 就坐在这个菩提树下 然后他坐在菩提树下呢 没有动 没有动 坐在那边 然后额上身虚迷 然后到第四点 这个是什么 他爬上去嘛 真的释迦牟尼佛就这样 到 所以那个完全是一种 定的描述 所以为什么讲 我们说三章 经利论 经全定 论全会 利 戒 就是利 戒定会 利全 经全定 论全会 利 经利论 利 就是 解释 我们怎么样子 去 修持 所以这里面呢 几乎所有的经里面 都是佛 在定中 对 基 说法 当然他在定中 不是真的一句话都不说 你问 我心里 我心里 了了分明 空明 双运 所以该怎么对 我就怎么对 你是什么根基 我就跟你 开始什么法 那到大圣的时候 就充满着神变的味道 讲的 天花乱翠 其实不是重点 重点不在这边 重点不在 哪一尊佛 是哪一个菩萨 我们说 里面也讲到 这个地方的菩萨 通通 一个名号 这个佛国 的菩萨 一个名号 这个佛国 在这边成佛的 一个佛名 这个在讲什么 就是 其实我们真的不要把它 当真来看 我所谓当真来看 就把它变成一种 世俗的理解 一文解义来看 如果这样子 就不对了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讲 不是我比较有智慧 我是在帮我们 佛的教法 找下台阶 合理的 不是 这个不是错的 是完全对的 但对的层次 不是我们可以用 这个物理性 形而下的东西来验证 这一句讲对了 我这一句讲错了 那一点意义都没有 重点是它 法是什么 所以叫 依法不依人 意义不依言 不依文 意义不依文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研究佛经 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你才真的看得懂 否则的话 讲什么你就连什么 讲假 讲乙 你就把假乙给对起来 譬如说 我们说 善心比丘 也当过佛的侍者 后来就有点背叛 那 那个 他的堂弟 提波达多 也是一样 本来是他的好兄弟 但是因为目的不随 他想要 当老大 没有达到目的 也就开始 导弹 那我们就觉得 这个怎么是这么坏 这个怎么是 这么糟糕 连心腹弟子都可以背叛 连 几乎小时候最好的朋友 几乎两个都 程度都差不多的 都是最优秀的 世家族里面最优秀的 到最后反目成仇 感觉好像 怎么会这个样子 事实上 那都在演戏 都在演戏 就不这样 好像那个戏份就不精彩 你看不下去 所以 弄得精彩一点点 让你有点 感觉 事实上呢 起恶念 起正念 我们都是 过来人 同样 我这个人 我也天天要求自己 做个好人 但是还是恶念不断 当然大部分是起善念 但是恶念还是 从来没有说少过 偶尔就会猫出来 偶尔就会猫出来 所以你 善念恶念 你还是你 你如果在这边 不跟着他走 我只跟善念走 只不跟恶念走 那恶念有什么关系 恶念变成我的庄严 变成我更谨慎 看着我的起心动念 更仔细地照顾我的心 你如果都不犯错 你就会很自然 就好像这条路 没有坑坑洞漏 你闭着眼睛都可以走 但你如果知道 有好多坑坑洞漏 你就不敢闭着眼睛 走路 闭着眼睛就用无名 在做事 随时要提起警觉 所以在这边 我们晓得 即使佛 那时候都有这些弟子 这些都是真的 但是到最后留下来的 我们要学的是 学人 去讨论这个人 那时候是真存在 就好像我们 很多在讨论龙树菩萨 讨论无浊世青 那个没有多大意义 当然从现在客观的历史 还是可以找到根据 找到印证 但是那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 留下来是什么东西 这个人留下来是什么东西 留下好的法 即使这个人 到最后很悲惨 结果很糟糕 他留下正确的法 我们就是要学他 我们学他 功德回向给他 他即使有一些罪障业障 也可以清楚 所以 学佛要弄到心里面 弄到究竟的体性 弄到单纯的心 这边来探讨 就不会迷信 因为你一讲人事物 是不是就着想了 就着想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离向 离向就 我只要了解他的意义吧 真正这些 出来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现在 当然我们心里面都有佛吧 但是你心里的佛 长得什么样子 你又没有看过他 只能凭你想象 那我们现在当然有很多法照 法相 也有卷头发的 也有那个跟西方人一样的 跟耶稣也有点像 也有那种像 那到底是什么 那相通通的画家画的 都画家画的 你到缅甸 到泰国 到西藏 比如阿里的地方 到云南 那时候叫阿瑟里教 那时候也都有佛像 你看到处的佛像 长得都不一样 为什么 都是那边的艺术家的创作 所以到底佛长得什么样子 一点都不重要 为什么要去讲 三十二项八十种随形好 就有一个客观的描述 那你去想一想 事实上 每一个想出来 尤其像西藏有一本经 叫做照相尺度经 我也有 那里面就有规定 怎么画 怎么照相 那出来 就是那个自视的样子 但是不同的人 即使他比例都照那个 不同的人 画出来的像 照出来的佛像 还是不一样 所以 证明像由新生 那外面那个像 由制作他的像 的作者来生 你看这个像 由你看的人来生 所以每一个看佛像 印到而心里面的 通通通通不一样 那个像从哪边来 从我们每一个人的 内涵的反应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谈 一切为心 一切为事 就能理解 不是 所有都是你心 创造出来的 是你当下的心的一种 起心动念 一种呼应 不然的话 即使有那些东西 在你心里面 也没有像 有 但是 等于没有 没有 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有 所以 空即日射 射即日空 可以如是地去理解它 一切都是你心 你的心到底有没有 心 时时有念 时时有像 当然有啊 当然你正要去探讨它 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是什么 长短方圆 到底是什么 是硬的还是软的 弄半天 什么也没有啊 心明明是空的 那为什么是有 空有本来就无二的 空有本来就是 是一的吧 当然因为 慢慢的越来越具体化 所以我们的体验里面 空就是空 有就是有 那是我们的体验 我们体验是什么 我们的业力 招感的一种认知 所以我们当然 在这样子的境界里面 但是透过佛 菩萨 这些祖师大德的开示 可以跳开这样业力的必然 让我们的认知 因为业力可以规换 你的身心没错 但是 那真正的真理 是离身心而存在的 它超越身心 我现在讲的心 是我们的意识流 意识形态 那意识形态 也可以教导 也可以引导 不然的话 我们从小到现在 为什么越来懂越多 那就慢慢熏悉来 慢慢增加的 你说有还是没有 有啊 他说有吗 在哪里 已经经过了 经过就留下痕迹 凡手造业 都不会失 但是虽然不会失 因为我们熏悉的太多 而且熏悉的强弱的 就那时候的印象 也相对的有强弱 动机也有强弱 所以熏悉进去 就变成种子以后 那种子的影响力 种子的再现力 速度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所以其实学佛很好玩 学佛你会觉得 学了融通以后 好精彩 为什么佛陀 还是这些菩萨 能够讲这么精彩的东西 你就会很满足 很愉悦 不是要去证明 这是对的吗 拿出来看看吧 没有嘛 这十大菩萨在讲十柱的时候 一个菩萨 就只能讲一段吗 不是吧 代表性的吧 代表性讲 所以就这样就讲出新的十柱 那我们要的是 去懂十柱到底是什么 这个才重要 所以是不是有客观的这些世界 没有关系 我们再讲跟我们亲身一点 你现在在这个地方 世界有什么东西 即使有 跟你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譬如说我对 西藏啊 云南那边就特别好要 可能以前在那边住过吧 就感觉就特别亲切 我即使不去 我都可以想象 所以是真的还是假的 在你当下的身心 对你来讲才是真的 不在你当下的身心 有也不是真的 因为对你来讲不真 没有互动 没有交涉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来 真的修行就修我这个身心 那这个身心当然有所感 就跟你周遭 建文秀堂觉知的对象 都会跟你互动 都会跟你交涉 那我们怎么在这 当下的交涉里面 去把那处理好 将它提升 将它改善 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我们修行的内容 至于其他 你要修到什么东西 其实那都是表象 你都知道 黑马没人做饭吃 不管你有什么东西 其实都不能当饭吃 也就不是那么亲切 真正亲切来自 现在你喝什么水 呼吸什么空气 吃什么饭 坐什么位置 睡什么床 这个还是跟你比较贴切一点 这个比较务实 比较务实 学佛一定要务实 食心是道场 执心是道场 这样慢慢转 好 不是要否定须觅三 没有否定须觅三 当然要否定须觅三 在这个世界真的存在 因为我们根本就 全世界跑遍了 就没有一个须觅三 如果以那时候 须觅三一定是在印度吧 那印度唯一可以称为须觅三 就喜马拉雅山吧 对 就是这个样子 喜马拉雅山你去 从下面走到上面 也找不到十大天王 到山顶那么多人去宫顶了 也没有三十三天 没有在宫殿 所以它是什么 它是我们求道 我们修行 我们提升我们身心的境界的 一个描述 一个引导 这样就OK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够了 不是一定要它存在 你说第一存在 天堂存在 再回来倒推吧 所以一般 其他宗教 都几乎都是不是上就下 不像我们佛法讲的是 轮回就生生世世 就随着你的业力 然后在各道里面去出现 那你可以想一想 如果是两分法 那现在人从哪边来 天堂地狱 人 上帝创造的 我们人都上帝创造 那我们从现在开始都不生 再请上帝创造一下 所以很多东西都经不起 理性的检验 根本就讲不通 但是那种说法 对我们在世的人 有诱导力 你行善 你信上帝信责得救 我就到你 带你到天堂 那因为这样子的说法 我们就很信 就很听话 因为以后到不到天堂 我相信可以去 有没有去 谁应证 何况那个 绝对不是两分法 两分法就 上天堂永远在天堂 下地狱永远在地狱 那就没救了 所以不是那个样子 那样子的话 就把我们的自主性 把我们的自己 可塑造性 都完全否定掉了 而佛法才是真正的 你造什么业 得什么果 你一定要对你的果 你要得 你所得的果 一定来自你的业 这样我们就会 自己去改造那个业 变成诸恶末座 众三奉行 让我们随时在天堂 在欢乐里面 怎么 在痛苦 在地狱里面 当然不希望 所以 这个也就是一个礼 一个礼法 好 那 这个问题说 久住心在静坐的时候 他的想各事如何 在藏传的 对久住心 他是很强调的 当然 其实 汉传只要 一般有在修禅定的 也都必然 会去注意到 因为你在修 久住心是修子 奢魔他的 九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我们讲内观 内住 就把我们这个能观 观到 那个所观 是 跟我们身心相应的 在这个身心里面 去找一个对象 找一个点 找一个处 那这个处 不在身心之外 这个就开始 修子的第一个重点 先找一个对象 来安住你的心 来作为你心 起作用的 检验的对象 这是第一步 内住 那第二步呢 就 心不要随便跑掉 续住 我既然抓这个 要作为我 定心 或者探讨的对象 我就要念之在之 不要在那边彷徨 不要在那边犹疑 就念念 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两个 因为第一个叫出住 就刚刚在练习 所以难免 妄想 纷飞 到续住的时候 已经可以把那个 妄想 纷飞 就抓回来 还是继续 还是继续 内住在 我想住的对象 这个就第二阶段 第三 第三个阶段呢 就叫安住 慢慢的 那个妄想 没有那么多 不随便就跑走了 但是不经意 那个力道不够的时候 那个绝躁力不够 警醒力不够 还是会散 散掉 但到这个安住的时候 就那时间很短 跑掉 马上可以抓回来 跑掉就 马上可以叫他回来 这就安住了 心已经不在 那么严重 明显的散乱 调局 已经不了 那第四个 就是调府了 也叫 叫进 进住了 叫进住 那 进住也就是说 我再怎么打妄想 都不会离堤太远 我努力的 想要 往别的地方想 马上就被拉回来 再跑 跟木牛一样 跟那个木马一样 用一个鼻声把他牵 用一个 把他抓着 他再怎么跑 就近一点 远一点 但是还是围着这个 已经跑不掉了 这我们心 已经不会 往外 善意了 这个就是 第四个 第五个 就是调柔 调柔当然 这时候我们的心 能跟索 已经不是相对立的东西 那那一份要用功 也不需要那么勉强 也不需要那么在意了 这个就调走了 你在修这个 已经慢慢的 很自然 好像说 吃饭 是你吃完 是你 很顺利 其实我们六天下来 你会发觉你的心 慢慢好像 被你调柔 调顺 慢慢的调服了 没有那么野了 真的要打妄想 好像也打不到哪里去 就是 有得离开 就马上回来 然后随时 保持很安稳的一种绝招 也就 很安稳的心 跟索严静 这能跟索 很自然的就 常常在一起 两个 关系很密切 那到 第六个 就是最急急静 前面是急静 这时候已经不再乱了 这时候就到最急急静 我跳了 刚刚调服 就那个野性 已经不见了 接着就急静了 急静就 越来越 心静合一 不再 散乱 吊渠 也不会分成 最急急静 就保持那个心 完全不乱 完全不乱的状况 这个叫最急急静 然后第八个呢 就专注于静 这时候除了这个 所言的静之外 没有第二个静 绝对没有三心两意 都没有那些 再下去就等持 就心跟静 变成平等性 平等性就是无恶性 这时候就止啊 完全不动 这就是我们心从很粗很乱 很没有力气 慢慢一步一步的训练 训练到最后 心是强而有力的安住 就叫等持 就叫做师蒙 他叫子 那观是 在这个基础上 然后 对你所言的静 详细彻底的探讨 那就属于观的部分 那当然 我们在修的时候 都会 我们不可能真的就一修 然后就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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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到 所谓第九的等持 不可能 大部分也就在一二三 这个地方 就已经有一点点 好像有所得了 我这个时候心好像不散乱 好像 不是真的不散乱 但是 因为这样觉得真的已经很棒 很棒了以后呢 刚刚不是取一个镜吗 我觉得不错 就取第二个镜了 忘掉了这个 放掉了这个 又取另外一个 然后又从一二三 又来 那这里面指的同时 当然也是对 因为我圆一个镜 多少对镜 都有一定的理解吧 不可能我圆这个镜 什么都没看到 不是啦 所以呢 那个在这个表面上 那个定跟会 就指跟官 同时存在 但是指的钱 官的就钱 那我们因为得少为足 所以我们的指官 都在很粗的层次里面打转 因为你对自己的要求不够 所以你一直进不去 进不去更深的指 所以起不了更深的关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懂多少 你修多少 你体验多少 你心真的没有那么狂乱 没有那么攀岩 种种种欲求 是这个样子吗 还是 我刚刚讲的就是 我的境界吧 我的境界就是 贪多吧 这个也想懂 那个也想懂 这个也想探讨一下 所以 现在层次 还很肤浅吧 我是在讲我 我不晓得你怎么样 怎么样 我不知道 所以 说我有没有入定 门都没有 我知道我没有入定 从来没有条件 真正的入定 但是那偶尔的禅相 还是会有 偶尔的身心的清安 还是会有 但是 你说有粗禅 二禅 三禅的功夫吗 我看都没有 都没有 但这样就很愉悦了 这样就很高兴 很精彩了 那如果哪一天 让我修到 能够入禅定 那应该更精彩了 就这样子吧 我们就 依着法 那很自然的 很喜悦的 就这样去欣喜 去实践 就好了 不要 把自己绑得死死的 弄得很痛苦 然后不修就很忏悔 然后修得不错就很得意 整天对你的那个意识心 搞得糊里糊涂 不需要放松一点 本来无忧 紧张什么 本来没有我 对谁负责 不要太在乎 但绝对 我这样讲 绝对不是随便 也不是怠惰 而是真正的行中道 你有几分力量 做几分事 不要不自量力 你有什么条件 比如说 有些人很想修 他也觉得修很好 但是因为福报不够 所以 不是这个找 就是那个找 那心就开始不耐烦 我很想修 为什么都不让我修 就开始埋怨 开始发脾气 你说这样好吗 你那个好的动机 变成在造恶业 在结恶业 好吗 当然不好 所以 还是随时 很重要 我们其实修不到 指根关 至少要让 我们这时候的身心 至少是如理安定的 就这样就好 随时都把自己的身心 调得柔柔的 稳稳的 虽然不是前面 那个调柔的阶段 但是也尽量 已经让自己 那个肛猛的习气 也慢慢就软化 这样就好 这样就在进步了 你对自己 也会慢慢的满意 我们对自己满意 是手求不多 才会满意 你如果对自己 期待很高 想要的程度很高 你大概都不会满意 因为 你根本就没有 那个质量 没有那个条件 所以不要打那个妄想 好 回答到这边了 还是轻松的回来 看着你的身心 能够多静就多静 身体能够不动 就尽量不动 但是如果不动 让你痛苦 要离苦得乐 就轻轻地改变一下 不要自我 自我惩罚 不要一天到晚 一修行就要惩罚自己 那不好 不好 你还是要跟你的 业力习气妥协 刚刚好就好 你要调它没有错 但是不要调得太快 调得太快 它本来还乖乖的 调得太快 它反抗 它暴怒 它整你 所以不行 还是良理而为 随时看着 随时看着 不要过度 但是也不要懈怠 这个就来调我们的身跟心 最稳定的方式 那你要怎么修 有什么口诀 有机会就修 一有时间就修 这是最高的口诀 想要修就修 就这样 一提起那个想修的念 马上落入身跟心的极致 马上修止观 那不断的熏悉 不断的熏悉 你就越来越熟练 走的这条路就越来越熟悉 走到哪边也就越来越清楚 好 我们回想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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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